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两栖攻击舰应该是以直升机和垂直起降战机为航空力量 先去指挥和投送能力的大型作战舰艇 当一艘两栖攻击舰具备携带垂直起降固定翼战机的能力之后 这样的舰艇也被称之为准航母 作为目前世界最新的两栖攻击舰 075型两栖攻击舰继承了国外两栖攻击舰的一切特征 唯一的不足是没有成熟可靠的垂直起降战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海军另辟蹊径准备在第二代国产两栖攻击舰上 运用时下热门的电磁弹射器和电磁阻拦系统 除此之外 动力系统也将换成电力推进 整体技术相较于现役世界各国的任何两栖攻击舰型号 都要先进很多 使用电磁弹射器 首先可以规避垂直起降战机的研制问题 实际上垂直起降战机只是一种妥协产物 这种战机的航程和作战半径普遍低于传统固定翼战机 之所以会在两栖攻击舰上使用这种战机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类战机具有极好的短距起飞 乃至垂直起飞能力 降落时也不需要拦阻锁 所以用起来非常方便 当然垂直起降战机的缺陷也很明显 作战半径有限 只能作为摊头支援火力 高强度战斗下 作用十分有限 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为例 高低高任务铺线的防空拦截任务下 也就只有840千米不到的作战半径 低对舰对陆任务铺线甚至都不足350千米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海军选择在下一代的076型两栖攻击舰上 安装电磁弹射器 专门用于弹射固定翼战机 同时安装电磁拦阻锁回收降落战机 能够极大的拓展战机的航程和打击半径 另外安装了电磁弹射器和电磁拦阻锁 意味着076型两栖攻击舰的排水量 将会超过现有的任何型号两栖攻击舰 如果076型两栖攻击舰的吨位 能够接近002型航母的话 那么它不但舰载机的战力更强 还可投放大量的海军陆战队实施登陆作战 这是很了不起的创举 实际上076型两栖攻击舰在等时间内 很难与军事强国爆发冲突 更多的时候是针对一般国家或地区 实施立体登陆作战 出色的航空作业能力 搭配强有力的海军陆战队 这样的舰艇在局部战争所发挥出的能力 其实还要强于航空母舰 如果一艘076型两栖攻击舰 能够投送一个重型合成营 那么在投送过程中 不但可以打击对方脆弱的防线 还可以利用这支重型合成营摧毁 和占领对方的重要城市或目标 所以随着076型两栖攻击舰的到来 中国海军的远洋投送能力 将会实现新的突破